我问你 你最近是不是以工作为由 从早到晚的缠着欧阳 你还要不要点脸 就那么喜欢破坏别人的感情 难怪被你男朋友甩了 谁受不了自己女朋友 成天跟别人眉来眼去的 搞暧昧 我说李薇薇 你能不能以后没事干 多看点书 学点新词 别老一套话翻来覆去地反复说 我听到耳朵都要腻了 如果你能把你猜疑和嫉妒的劲 全部都用到工作上 我相信你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嫉妒你 你哪儿来的自信啊 应该是你嫉妒我才对 是 我是没有你有自信 我穿成这样 这是我们离家的传统 我 我每周五都来这儿干活的 那你知道为什么离家 会有这样的传统吗 我看你根本就不明白 我听说前几天你在欧视集团 遇到了徐思雨 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完败吗 你们同样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知道差距在哪儿吗 在哪儿 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 李薇薇 我告诉你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如果你再不做出改变 你就永远都是坐井观天的癞蛤蟆 没呀 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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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劲怎么这么大呀 可能你不知道吧 我在巴黎留学打工的时候 一百磅一袋的面粉 我一天能靠好几十袋 高尔夫球场的装备 只要我背上了 我一天都可以不卸下来 你跟我比力气 你不自讨苦吃吗 所以我劝你啊 以后别没事干了 跟我动手动脚的 舍得伤了你自己 听明白了吗 猪啊 猪啊